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既用中原季的迎斗灯绕近起伏活动配合防疫 整个车队游行的规模缩减 更取消以往中青会的宗长们徒步行进的做法 不过个性是中青会精心设计的造型花车 仍然吸引了不少民众围观 在今年轮值竹谱李姓中青会带领下 既用中原季重头戏之一的迎斗灯绕近起伏活动 在基隆市区热闹展开 配合防疫整个游行车队规模缩小 并取消中青会中长徒步行进的做法 不过个性是中青会精心设计的造型花车 仍吸引不少民众围观 基隆市长李又昌 基隆市区议长蔡旺年等人 也特别在起点入口挥手迎接 今天是中原季迎斗灯的这个仪式 那因为防疫的一个关系 所以今年的一个规模 大幅的一个缩小 也这个取消了中青中长们徒步的一个游行 那跟去年是有点类似 不过更为这个紧缩跟严谨 那整个的一个规划 其实都还蛮顺畅的 然后今天又出了一个大太阳 天气很好 所以相信今天一定会非常的顺利 今年迎斗灯 跟往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今年迎斗灯比较缩小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是文化传承不能省略 所以我们迎斗灯 还是要照我们的文化传承 我们中原季的这个程序 依序一定要迎斗灯 这个不能或缺的 金融市文化局长陈敬平表示 往年迎斗灯队伍都会有北馆西匹派 与福禄派的交证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改以音乐取代人员交证 出发时演奏的是西匹派 过了续川河后改演奏福禄派 以音乐来进行民俗传承 而对于行政院即将推出的五倍券 政策引发争议 刘长辰回应表示 要看什么会百姓有帮助才最重要 这个真心券好像只能二选一 实际上现在并不是这样的状况 国民党立委说 那个就是可以省成本的 如果政院纠结省成本的话 那就直接把五千块 转入每个民众的战略 我刚刚就在讲 其实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那没有什么好争执的 说实在 那重点更不在那个什么 这个政兴券的印制的成本上 基本上发现金纾困 这个之前也都在做 然后政兴的事情也应该做 抖灯游行队伍最后抵达清安宫后 将抖灯安置于内店 在农历7月14号清晨 经过发表仪式后正式点亮 象征各自信都能圆成光彩 祈求平安 也具有邻居族群相信力的意义 记者张琪辰金红报导 再带你来看百年庆典 金红中原季8月21号 进入了最高筹 晚间在金红市区举办 水灯车队绕近祈福 为了防疫 活动以献胜直播 邀请大家参与 造型精致靓丽的各庆市主题花车 还是吸引了许多民众 在路旁围观 整个金红市区宛如不夜城 深夜11点 各庆市中心会 齐聚望海向施放水灯头 在岸边灿烂烟火的映照下 燃烧的水灯头越飘越远 象征来年的运势更好 也祈求疫情早日结束 在轮子主谱李姓中心会 带领下 各姓氏的水灯花车 依序行进金融市政府前 为2021新丑 金融中原季活动 带来最高潮 绕进其福前 由金融市长牛昌 清班匾额给轮子主谱 感谢中心会筹办活动的辛劳 李姓中心会主委李腾龙 也特别感谢市长支持 让这项百年的金融传统文化 没有因为疫情而中断 浪力的三位队左右 因为疫情还没说现在再严重 我们特别的 在我们理事长 本来有我们的重亲 来拜访林市长 受到林市长的支持 我们的林市长正常有先专指令 这样就把我们支持 他说如果是疫情 还是照样的平平 照相这样的建议 但是如果是万一中 还是有变化有更严重 这个主法的油益 就要采用 都用车轮油益 不要用这个人员来采计 结果市长不知道 怎么是有去拨坡 三个人就说得要准 没多久就没这次 就变成为三个人去 为了落实防疫 主办单位采取三部战策 不徒步游行 不行进表演 及不封接管制 并采取线上同步直播方式 让无法到场的民众也能在线上同步观看 参与这百年传统文化活动 不过造型精致的个性是花车 还是吸引了不少民众在街头驻足为观 整个金融市区宛如不叶成 167年传承的中人记 在不同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阶段 其实也有不同的一个演变 譬如说在日治时期 其实有一段的时间 这个活动也是受到很大的一个限缩跟影响 那不过 基隆人对于中原季 这个普度的这个科疑跟精神 从来不间断 那也一直传承下来 不管有碰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困难 或者是一个状况 这个传统不能断 所以今年虽然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们为了防疫做了许多的一个调整 不过相关的一个科疑 还有最精致的这些疑点 我们还是把它原汁原味的这个传承下来 虽然精简 但是各中青会 尤其是今年的主谱 对于活动的重视跟慎重程度 仍然跟过去一样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呼吁 所有不能够来亲自来到现场的好朋友 也可以透过网路直播的方式 看整个的过程跟游行 那我们每个中青会 所准备的我们的相关主谱的车子 花车 其实还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有看头 所以在这边呼吁 我们在这边也特别邀请 我们全部的好朋友 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 可以来参与 整个我们中元季的一个活动 中元季 是我们基隆最出名的 这个基盛点 也是代表我们基隆人的过去 那如何在这个21世纪 这两年之间 我们遇到了新冠肺炎 怎么样跟未来来共存 怎么样跟病毒来去共存 会是我们在这个中元季也好 还是在今年也好 还是在未来也好 全世界跟台湾我们被去面对的挑战 深夜11点 各信市中青会的水灯头 齐聚八楼子望海向海边 准备进行最重要的水灯头释放仪式 在宋经祭祭结束后 由理性中青会带领下 蕴含金制紫湖公益的各信市水灯 依序下水点燃 缓缓推入海中 引起阵阵欢呼 在岸边渲烂烟火映照下 燃烧的水灯越飘越远 金融市长牛昌表示 今年因为风浪平缓 水灯头释放相当的顺利 水灯头飘得越远 象征该信市来年运势更好 也期盼疫情能早日过去 让国人尽早回归正常生活 而放完水灯 紧接着是农历7月15 在竹谱坛举办的中元普渡法会 除了造型精致 栩栩如生的看桌米雕外 今年竹谱的李姓中青会议 恢复了传统豪华式的板斗 邀请在地伴桌师傅 制作一道道美味的佳肴 因此大部分的贡品都可以食用 希望让好兄弟感受到 金融人的虔诚敬意 金融市长林又昌 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及各信市中青会代表 虔诚祭拜 竹谈前则摆放丰盛贡品 这是中元普渡法会现场 竹谱的李姓中青会准备了 冯春宴等三连桌 包含春食素食以及西洋食品 还有占谱宴勤好兄弟 其中除了做工精致 栩栩如生的看桌米雕外 今年还恢复传统伴桌 由在地伴桌师傅 制作一道道佳肴端上桌 因此大部分的供品都可以吃 藉此展现金融人对老大公的虔诚敬意 最主要的三连桌的看生的部分 有西食 有和荷食 素食跟西洋 然后两列占谱 那以往的话 就是大概有几年都是请 那个我们金融的谢元璋老师来布置 那今年的话 我们请的是我们在地的一个板斗的师傅 是在地的 然后我们看到的话 就是恢复比较传统的豪华式的板斗的形式 来做一个主题的延伸 那你现在看到的 其实大部分除了那个 那个捏面的那些西偶之外 大部分是可以吃的 而且我们的师傅就在里面 他就是在看天气 硬天气的情况 因为这个供品的话 夏天天气很热 他会坏掉 所以他是在四五点的时候 看天气的情况 就一道一道加热上桌 所以这个用心 我想老大公都能够感受得到 这大概是我们今年一个很大很大的迷惑 中原普渡法会结束后 紧接着进行跳钟馗仪式 这是中原祭中最神秘的仪式 由道长开坛请神护体 手持法器 在武方用力拍打 借此告知好兄弟们 祭典已经结束 不要再逗留此处 俗称朴后压姑 另外中原普渡法会现场 还有指扎的大师爷 今生作证 轻面獠牙的大师爷 在好兄弟分享共品时负责维持普渡秩序 普渡后 则会跟着所有祭典紫壶祭品 一起火化升天 象征带走厄运 记者张奇藤金融报道 在电影来看 金融不动产 房仲商业同业工会 特别规划了一个爱心军洗活动 参与的民众相当踊跃 在疫情之下 看见台湾社会的温暖爱心力量 画面上是基隆市区的二性合作社走廊 这一次配合全国房仲日 基隆的业者也全体动员来担任爱心志工 举办捐血活动 吸引了不少路过的民众踊跃来参加 充分表现出来台湾社会的温暖 与爱心奉献 而现场的气氛是温馨有爱 很年轻就捐了 好像应该18岁20岁就开始捐了 对啊 然后如果看到捐血车 有需要我就上来 也是刚好要过两个月 对啊 所以说有公益团体来办这样的活动 刚好对你们来讲蛮方便的 OK啊没问题 以前学生的时候 有那个捐血车到学校 然后跟同学一起捐 就从那时候开始 大概一年 看次数吧 一到两次或二次到算是 OKOK 所以你觉得说像这种团体啊 多办一些工艺活动 你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哦 我是觉得还不错因为是工艺啊 对 也大方便嘛 对啊 今天是820防众工艺 我们捐血活动 那我们全全全全全全各縣市哦 防众业者同步会举办筋血活动 那我们基隆不动产中介的业者 那今天在我们基隆第二信用合作社 还有以及新一路的筋血中心 我们有两处服务的据点 做爱心不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捐血很好啊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啊 对啊 所有的基隆从业人员 今天也捐起衣袖 共同来响应这个活动 现场的所有的中介 现在在等待的中介人员 都是在准备来捐血了 那也希望借这样活动 能够提高我们防众的形象 那我们防众一向自己公开透明 来服务大家 希望我们基隆的好朋友们 给我们防众来肯定 由于之前台湾新冠疫情严重 造成血酷拉警报 几乎各种血型的库存量 都面临危机 因此呢 这个公益捐血活动格外的重要 对于许多需要帮助的家庭来说 相信都是满满的感激 而这也是台湾社会文化当中 最珍贵的人文关怀风气 值得大家共同来珍惜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导 国产高端疫苗正式开打 立委蔡适应选择在安乐区 立委华诊所来接种 用行动支持国产疫苗 我们今天打的是高端 它就是一支一支的 就没有再抽就对了 0.5cc 一支一支的 刀装得非常的精致 你不要到时候跟我说 插的没清楚 要再拔出来再 OK 就这样子就好了 0.5cc还蛮少的 不用揉 0.5cc还是蛮少的 多喝水 记得多喝水喔 首先我要讲说今天非常高兴 有这个机会能够轮到我打疫苗 那基隆的疫苗施打 在这一次高端疫苗 是分散到零里间的 我们的这个医疗医院所去施打 所以事实上打起来非常的方便 你不用到特别的一个集中场所去施打 那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我想 大家都知道说 疫苗的研发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那尤其是上次如果各位在前几天 大家媒体讨论的非常热烈的 关于阿富汗的事情 大家就会说 自己的国家要自己救 同样道理 我觉得自己有生产国产疫苗的这件事情来讲 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可以来支持 国产疫苗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都不支持国产疫苗的话 那我们如何讲到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呢 那所以我今天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来这边打国产疫苗 那事实上早上有许多 包括总统很多人都打过了 那目前大家打完之后 都回到工作上会上 也都非常的顺利 那我想我也应该一样 跟大家一样 那我要说一下 这个不是我打国产疫苗的 我的家人 我太太其实也要打高端疫苗 事应 就当我们的表帅 然后按照规矩 非常的规矩 那打完第一剂的高端疫苗 那我们高端疫苗 在政策上面就是说 一定会有第二剂 保证第二剂让你打到 那两剂打完之后 它的效价非常的好 那也从data上面看出来 有相当足够的防护力 我想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 很正确的一个选择 索困4.0 政府助你渡南关 减轻您的经济负担 税均还缴及减免索困方案来咯 不管是房屋税 使用牌照税 娱乐税 以及所有的地方税 都有减征 免征 和最常可延一年 最多可分36期的方式来缴纳哦 符合条件的民众 快打索困专线 金融市民索困咨询专线 24224897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咯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天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6000元 期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影像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 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怎么可能嘛 诶 等一下 那至少是会这样存折 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文块 买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们这样不行 我要退费 喂喂 你说什么 诶 我听不清楚 喂喂喂喂 求职方便请记住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阿嬷 这座山怎么了 怎么光秃秃的 阿就有人乱挖地把树木土地挖掉 这都是很危险的哦 嗯 老师上课有说过 这样可能会引起落石土石流等灾害 很危险 对啊 看到我毁机在山上乱挖 就要官警通报去工作 不 发生危险市就要付了 从山护水 青山流 不惧落石土石流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要带你来看 国民党针对公投议题 特别规划了一个变形金刚的活动 从机动出发 希望拉抬声量 呼吁社会共同关心 这台很像变形金刚的大型活动宣导车 正要进行环导宣传 而这一次从台湾头机动出发启动 目的就是希望用行动来宣传 年底12月18号的公投表达民意 而包括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 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前立委谢国良 基隆市党部主委 蔡志颖等到场 所以今天算是我们的一个基隆的一个出发 出航的一个启动的记者会 那大家看后面这个变形金刚 我们就会开着这台变形金刚 绕全台湾一圈 到大街小巷 各个闹区来去做宣传 跟公投跟大选脱钩 基本上很难能够有足够的投票率 所以我高度肯定 志强在这里 发动全省用变形金刚的方式 宣导公投 我也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的权利 用直接民权 针对这四个公投案 表达你的立场 我相信我们这四个案子的提案 都是反映民众的心声 所以我们在这边 身为父母亲 我们要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食安来着想 就如同我在变形金刚讲的 美国现在政党轮替了 十大洲里面过去有七大洲 是共和党的洲 所谓的猪肉出口 所以我们是不是政府应该要 趁美国政党轮替的这样子一个机会 来告诉美国 台湾有超过七成的民众 是反对来猪的 我们利用我们这样子的高名义 跟美国重启谈判 不要让有害的猪肉 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记者黄润生采文报道 9月进入防灾月 为了建立全民防灾议事 金融市消防局与卖场业者合作 鼓励设置防灾专区 让民众预先准备避难包 同时与亲安宫合作 举办国小幼儿园绘画比赛 截止日到9月30后 前三名都有奖状和奖品 欢迎小朋友来参与领奖金 防灾一定要的东西就是像哨子 就是这个哨子啊像是这个日本的 桌面上一字摊开 手电筒 雨衣 罐头 手套 琳琅满目的工具和物品 都是民众遇到灾害时存活希望 让专家告诉你要准备哪些东西 照明设备 其实照明不只是让你感到就是 可以看到看清度之外 它还可以就是让有光源的话会比较安心 像这次那个高雄的断桥 他就有提到就是他们一片漆黑 因为都没有电嘛 所以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害怕 所以家当你手里握有照明设备的时候 会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我们尽量会希望说 除了这种固定式的锡在墙壁上 可以拿起来之外 最好也是空出来的头灯 因为它可以让你的双手空出来 这两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 防疫商品也跟着热卖 搭上9月国家防灾月时机 就用市作为示范城市 和超商几量饭业合作 防灾商品帮你准备好 日本金刚县驻台办事处代表 还出席说明会和业者经验分享 希望做藉专区的设立 然后去落实我们居家的防灾准备 不管是家具固定也好 或者是居家防灾事物的处备也好 就是为了让民众在第一时间内 就是说能有一个自助的一个情形 那也避免说在灾害来临的时候 就是说断水断粮 然后就是说自己也没做好准备 这近几年来他都有去那个卖场 尤其是去年他都有去卖场走一下 他发现有些店都已经把一些防灾用品 就是摆在这一入口就把它放到地方 所以说他觉得台湾这边就是 相对来说已经非常近 开始在做一些改进 有的时候改进就是改善 这些防灾用品专区的这个意识 除了卖场 业者推出了防灾专区 在青春宫大力支持下 消防局举办了第一届的防灾防台绘画比赛 透过孩子们的画笔 让防灾教育向下扎根 过这个会话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所有参与这个会话比赛的 我们中低高年级的这些小朋友 然后来参与这个活动 他们可以对防灾的一个教育 防灾的意识 能够从这个会话比赛里面 那个无形当中把它建立起来 它是一个非常棒的 非常好的一个防灾一个教育 那也感谢我们同主委 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资源 如果有什么资源有的 都会耍消防局 所以来感谢消防局 转贴总监 因为如果有什么活动 有什么需要我 我也去世 我们去世 去世啦 还有其他的东西 叫局长讲话 我们就听 所以往后 继续 继续继续 台湾位于地震带 又常有台风 培养国民的防灾意识 正是当务之急 记者 黄桑民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